又見面啦 各位 我是胡子 各位 長久的等待已經結束啦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從六月開始呢 所以就回憶每個星期更新三支影片啦 那是因為呢 我們的大雅工作室二樓 也就是工作室3.0 終於完成啦 耶~~ 不過呢 雖然說是3.0喔 不過嚴格來說 現在大概進行到2.8 怎麼說呢 就是大致上呢 我們的結構啊 中島啊 什麼什麼都已經完成了 但是喔 就還差一些小東西 例如說 小潔說的搞一個魚缸 然後那個中島的洗手台那邊的水電呢 還沒有拉 但是呢 基本上已經恢復到 可以正常拍電的狀態啦 哇 過去這個月真的相當的難老啊 因為工作室在整件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辦法拍太多比較有趣的題材 而且產量減少這個因素呢 也會在演算法上面讓我們的影片 處於比較不利的地位喔 所以上個月的總體觀看量喔 下降了將近一半 不過沒關係 既然現在的一切都已經就位了 我們就一起努力把它拼回來吧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這個年底 達到90萬甚至是破百萬的訂閱數啊 OK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立刻就來開箱這個月的包裹和線件吧 哇 這個月的量真是讓我有點嚇到喔 總共有15個包裹跟19封信 超級多啊 好 那因為這個量非常多喔 腹肌篇幅應該會非常的長 所以呢 我們就趕快來開始讀信吧 首先第一封呢 我們隨便亂抽一下喔 究竟是你了 好 這是來自於桃園市平鎮區的三位同學寄的 我該不會是上次一起寄作品來看那三位同學吧 欸 喔 胖了10公斤的炭炭 欸 挺可愛的啊 你說那個炭炭是前面抱的那隻貓 還是後面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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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治郎啊 現在的胡適拉你好 我們是來自一星國小 六年一班的兩位要畢業的學生 喔 果然是黃尤達很棒 字比較深的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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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唉唷 不錯喔 再多練練 等你們高中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達到那種 自創漫畫的那種程度了喔 OK 那我們來看下一封信 什麼 又是口罩 不是 我是一位國藝的學生 這是我親手做的口罩套 希望你會喜歡 喔 喔 感謝你 感謝你 但是送這個來就好了 好不好 不用送口罩 口罩你們留著用 好不好 防疫物資 好可愛喔 這是什麼 那可愛不 好可愛喔 是皮包 是皮鞠包 說這個東西是竹盾啦 但是我看起來比較像是竹筏吧 呵呵呵 喔 國三座的雕刻 但是看起來不像是雷切 感覺是拿那種 就是人家拜拜用那種香這樣吃出來的 但是那個溫度應該不夠高吧 欸 真奇妙 是黑刀欸 欸 各位 這真是情有的緣分啦 各位還記得去年曾經有一位叫做外帶的臥虎 曾經有來信跟我們分享過他對抗憂鬱症的故事 以及跟大家的鼓勵嗎 而且呢 他還在網路上認識的另外一位網友聊過之後呢 才發現 哎呀 他居然也是我的觀眾 他也是一位臥虎 於是呢 他們兩人變以此為契機 成為了好朋友 而且呢 他們還一起討論喔 做了一個禮物送給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禮物是什麼 哇 欸各位 是一個好漂亮的手環耶 我可以戴得下嗎 欸不行 這個一個人戴不起來 幫你 哇 好漂亮喔 哇 真的是感謝這位外帶還有我們後面喔 沒想到 我的頻道居然能夠用這種方式幫助上大家 那我在這邊呢 也祝福外帶還有所有的觀眾 所有的臥虎們啊 不管遇到什麼挑戰啦 都可以像他們送我這個禮物一樣 勇不放棄 啊這個勇呢 不是永遠的勇 而是勇敢的勇 因為努力不放棄 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啊 加油 希望大家都可以變得更好 我們來看下一封信 這看起來 有點危險啊 что下». 他 enter 哎我說你 各位啊 要做十字光玩具可以 但是拜託不要把這個尖端消尖 好不好 這樣子射出去 institutions起來 一直插到人的話 真的是相當危險了 注意安全啊 子黏土做的欸 哇 什麼東西啊各位 哇嘟喔itious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套紙版作品耶 來看一下喔 這個戰機駕駛艙是我一人獨自完成的 我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才完成 我用很多的心理很多的時間做成這個作品 我只用了剪刀 膠水 膠帶跟紙箱 哇塞 姑且不論你做了這個東西的精緻度 光是你願意花半年去完成一個作品 我就由中和對你感到敬佩 吳哲哲 您好 我是來自楓源區南洋國小的五年吉生 啊 好棒喔 天啊 五年吉生居然有這樣的毅力做出這個作品耶 雖然這邊他說他沒有足夠的知識跟技術 做出真正的戰機駕駛艙 但是他已經非常努力的在學習了 他會學習電路啊 他會學習藍圖啊 他會學習各種能夠打造出真正的戰機駕駛艙的技術 哇 孩子 甚至說神們小時候大部分都會擁有各式各樣的夢想 但是會真的為了自己的夢想去做努力的孩子 其實真的不多 加油啊 努力的朝著自己人的夢想前進 不要讓未來的自己失望喔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所有來清的內容啦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關係 導致小朋友都不能出門 待在家裡的關係喔 這次收到這個來信呢 欸 年齡層其實蠻都蠻偏低的 不過這樣子也很好 畢竟興趣跟夢想就是要從小培養啦 我常常是覺得 包括我在內的台灣年輕人啊 其實都不太敢做夢 你們應該多去看一些Jump那種 努力友情勝利的作品 學會怎麼做夢 更要學會怎麼圓夢 這樣子的人生才是真的有趣的人生啊 OK 那我們信讀完了 我們來看包裹吧 哇 這次的包裹也是相當的多 總共有15個啊 這邊抓一個 啾啾 我一抓就抓到這位 我研究一下喔 試著看能不能把它修復 欸...不行欸 修不好 因為我這邊沒有這個大小的螺絲喔 我本人想說就是 把這邊稍微做處理一下 然後直接把它這樣鎖進去 而且勒 它這邊是有一個開關啦 但是我開到ON了之後勒 它基本上就什麼動作都沒有 這位Wolf它好像預設認為 我應該要知道這方面的一些知識 所以它什麼說明書都沒有給我 所以咧 這些東西我完全沒辦法處理 不好意思啦 這位卧虎 你難得做了這麼厲害的東西送過來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它的價值 我也不會使用它 對不起 但是總之 你真的是非常厲害啊 國中生就在搞這個 台灣未來不可限量 靠你了 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包口 好可愛 各位 這位小虎的卧虎 做了一組雙結棍給我 而且呢 它還告訴我使用方法 握住 開始甩 哈哈 這是簡單易懂啦 哇 喂 這個是國二生做的耶 好精美喔 你看 哇賽 好強喔 現在的國二生 哇 從新加坡來的魔術方塊啊 哈哈 不再會拿 哇 好強喔 各位 你看 是 紙板做的無線手套耶 而且這個好像 真的可以戴耶 你們看 因為裡面是有鬆緊帶的耶 欸 來來來 一顆來戴戴看 哇 欸 看起來很帥耶 哇賽 而且你們看上面是一個花紋 哇 看起來非常的用心耶 欸 這個搞不好我現在來做還是做不出來耶 看一下這是多大的人做的喔 呃 它真的沒有說這個手套是多大的人做的喔 因為它說它是跟朋友一起寄的 你們這樣子看影片 可能感覺不出這個東西有多厲害 但是你想像一下 五年級的時候你們在幹嘛 我至少我五年級的時候還在媽媽十塊啊 它已經可以做出這個 真的可以戴起來的這種手套了 其實經濟你的製作技術啊 再過個幾年 你應該就可以用其他的材質做出更厲害的東西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做的另外一個東西 喔 欸 是木頭蝴蝶刀耶 喔呦 這個結構也是蠻強的喔 哇賽 那個兩個真的是加油啊 台灣的未來看你們啦 OK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包裹 出現了 是小優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月過得怎麼樣啊 欸 看起來小優過得還不錯啊 而且呢 它這次送來一個非常有創意的禮物 欸 叮叮 小優的信件收納袋 大 有心 知道自己每個月都會寄進來 居然自己做了一個信件收納袋 好 那我就把你寄來的信件收納袋 都放進去啦 哇 好多啊 因為全部都用同一個顏色的信封 所以還蠻好找的 欸 居然可以耶 哈哈 有創意有創意 我喜歡我喜歡 OK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包裹 欸 這一個是 我沒有搞錯的話 憑我微弱的國中理化之事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電解的裝置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好長的信 哇 各位 這個 確實是一個電解裝置沒錯 但是你們知道這是做什麼的嗎 這個是 製作次氯酸水用的裝置 而且 你們知道做出這個東西的人多大嗎 5 2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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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未來有救了 我真的是每一次 臥虎長龍都一定要講這一句 各位臥虎們你們真是太讓我驚訝了 而且這個是他 改良的第三代的產品耶 你們真的是把課堂中所學的東西 真的實際應用出來的一群耶 哇 那這個裝置呢 我回頭再來測試一下喔 因為老實說 我這個部分的知識喔 其實差不多都已經忘光了 所以我要再去找人請教一下喔 看看這個東西到底能不能用 但是呢 不管能不能用喔 光是想到要上網自己做資料 然後自己動手做出這個東西 我就打從心底敬佩你了 真的是 相當的厲害啊 OK 我們先來看下一個包裹 越式高手看起來 怎麼像是放在那種烤網上面烤過啊 應該是 用塑膠手套做的吧 你看 哇 他這邊這種皺褶 看起來真的是 相當的塑膠手套呢 重點是呢 做出這個東西的人 他的小學五年級 耶 真太棒了 沒錯 大家從小就跟我一起 開始動手做吧 GOGOGO 來 我們看下一個包裹 哇哈 欸 好強喔 好 各位 倒數第二個包裹啦 我們的包裹真的是越開越大 來 哇塞 各位 好狂啊 這個東西 簡直跟上次那隻鋼彈一樣狂啊 來 各位 請看 哇塞 超大一台的這個 而且這個東西 不是現成品耶 這個東西是 它自己這樣切割 然後自己這樣噴漆 做出來的耶 哇 哇塞 雖然說 整台都是銀色的 它沒有對細部做出 區隔的那個上色 但是 那個細節 我已經覺得非常的 狂 非常的驚人 非常的 我無法描述 真的是 哇來來來看一下 裡面這裡有信喔 是鬍子 首先還是不免俗的先 祈禱一下包裹能平安送到 這真的還蠻重要的 尤其這麼多零件的一個作品 因為自己的技術力 實在不怎麼樣 基本上就是一把刀一把尺 用手邊的材料 走一步 算一步 東拼西湊出來的 哇 各位有沒有聽到 一把刀一把尺 東拼西湊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啊 你還在找藉口嗎 還不努力趕快開始動手做啊 剛剛那些超強的年輕木屋們 成為不長進的社會人 真是感到汗顏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已經比很多人都還厲害了 至少比我還厲害了 我就沒有辦法想像 我有一天會做出這種東西 哇 欸 是小便機 哇 一個水面偵察機 哇 然後它這邊 還有附一個這個牌子 真的是超用心 超帥 好 我們來後面 哇 看起來 我有一回事的耶 OK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包裹 哇 最後一個包裹 又大又重啊 我最期待這種 又大又重的東西了 來 速速踩 這是什麼東西 哇賽 欸各位 綁中古世紀做的那種盾牌 你看 上面還有那種塗膠 哇齁 哇齁齁齁 它後面這邊的固定做得好紮實喔 這邊還有防震的緩沖的一些填充物耶 拿起來 應該真的可以防禦耶 但是這個畢竟觀眾做來送來給我的東西 不忍心就這樣把它來撤 而且 哇塞 它其實蠻重的耶 這樣子感覺起來應該有個 五六七八公斤喔 欸 胡子 我是你的老觀眾 叫我XXX 為了紀念與祝合你70萬定位 我記得冤行遁想跟你交流交流 沒錯 這是一封挑戰書 想想目睹上爆彈已經過了兩年 是時候做個戰遁場之類的 來看看這兩年手作能力的成長了 是這個部分啊 欸 確實是喔 所以我也歡迎工作室的各位製作武器來對付它 蛤 很勇敢的挑戰書喔 不過禁止使用螺旋律和火跟水的元素攻擊 啊 沒關係 光靠衝擊力應該也夠了 欸 剛剛我還在說 我一定想拿我的弓箭之類的東西來射它看看 沒想到它居然自己主動提出這個要求啦 看起來我們的製作清單上面又多了一個要做的啦 OK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期的所有的信件跟包裹啦 那總結來說呢 這一期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豔啦 我們不僅見識到了國二的學生做出來的這個 次氯山水製造機 也見識到了小五的學生 自製了這個紙箱無線手套 那麼當然我們的社會人士組喔 依然是穩定發揮 這個超級戰艦還有這張盾牌啊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豔 那麼當然除了這些非常令人讚蕩的作品之外呢 像是外帶跟蒙面因為這個節目而發展出的友誼啊 也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喜 哇 這個真的是我當初開設這個節目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過的發展啊 總之呢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願意持續的把作品和經歷啊 分享到這個節目來 OK 那麼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照慣例啊 要來抽出在上個月的影片當中有中獎的觀眾們 那製作像其那支影片的正確花費時數呢 也同時會在等一下要出現的圖片當中公佈正確答案 那我們就來看都有誰得獎了吧 OK 那麼以上就是臥虎長龍6月號的所有內容啦 那就請剛剛有中獎的觀眾啊 趕快到我的粉絲團去跟我聯絡領獎 不然到了下個月還沒有來領獎的話 這些獎就會被重新抽出去送給別人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點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想看更多其他類型的影片的話呢 也點旁邊小方方 那麼當然如果你想要追蹤我其他的生活影片 或者是生活資訊的話呢 記得要去我的鬍子Live頻道 還有我的Instagram看看喔 我是鬍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